我是赵绍康 欢迎你来到赵绍康市的现场 台北股市现在上涨45点了 今天星期一要一个星期的开始 台股上个礼拜五是涨了73.91点 涨0.68个百分点 指数10873 那么现在涨47点 指数10921 再努力努力就会上1万1 每股上个星期五四大指数都跌 道琼小跌0.25个百分点 NASDAQ终跌0.74个百分点 S&P500终跌0.62个百分点 非常慢的小跌0.2个百分点 欧洲三大股市英国法国德国都涨 不过都是小涨 涨0.2%以下 台股现在涨51点 其外呢 这天气看起来还好嘛 北部 但是宜兰 花莲 台东 屏东都有大雨特报 中央气象局针对宜兰县 花莲县 台东县 屏东县 四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 对流云系发展旺盛 容易有短时强降雨 今天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寨 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纪律 对 你看东半 离花东 加这个屏东 要注意雷吉强振风 郑明典他现在已经是气象局的副局长了 他说今天雨型有点复杂 是属于比较难预报的雨型 不是那么容易 不是那么单纯 有地形雨啊等等 香港一夜 两派呢 打过来打过去 元朗有36个人送医 香港昨天晚上陷入大混乱了 一边是反送中的人呢 冲击北京中央驻港机构跟占据马路 中联办等等 好像都有人去冲击 一边呢有人袭击反送中者 经过一夜的这个混乱 香港今天早上暂时会不恢复平静 位于港岛金钟的政府总部正常开放 政府跟警方则谴责两起冲突事件 反送中游行在晚上结束以后呢 大批示威者没有散去 而是从终点站湾仔走向西环的 北京中央驻港联络办公室大楼 就是中联办 像大楼及柬挂国辉 柬挂的国辉投掷鸡蛋跟油漆 以及在外墙喷上入滑自聚 同一时间 远在新界的西铁元朗站 却有大批穿白衣的不明人士攻击 穿黑衣的反送中人士 这些白衣者手持木棍及藤边 在元朗车站甚至地铁车厢内 攻击反送中人士 警方期后派人前往调查并控制场面 以免反送中人士再受攻击 但过程中并没有拘捕任何人 元朗西铁站的攻击之间 由晚上持续到凌晨 有36个人被送院治疗 此外还外传一名白衣男子 因心脏病发死亡 哎 这香港 有跳楼的 有自杀的 有心脏病发的 这跟以前的香港是很不一样的 以前的香港人 其实对政治是不关心的 所以在讲是什么 马照跑舞照跳 但是显然现在香港特别是年轻一代 现在慢慢越来越关心 美众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说 川普涉犯重罪 构成弹劾条件 美国众院司法委员会主席 纳德勒说 特别检察官 穆勒 在通俄门调查报告中 提出了川普涉犯重罪的具体证据 这些罪行已经构成弹劾要件 不过纳德勒对于他是否支持弹劾 态度依然不明确 因为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负责 主导弹劾的程序 那你现在是主席 那你到底态度怎样 主要怕搞不成 搞不成 比如说反打一把 特别检察官穆勒呢 这个星期要到国会作证 纳德勒说 众院司法委员会将依照证据 来决定下一步怎么走 这个穆勒当过联邦调查局 FBI的局长 本来有人推荐川普 他已经下台了 就要再回国 川普跟他谈过以后 决定不给他回国 结果呢 这个司法部的副部长 就任命这个穆勒当特别检察官 他们这个政治上也很奇怪 对不对 就理论上讲 不会这样子任命的 就显然也有人纯心看 川普好看 我认为了 因为这中间一定会有些心结 穆勒在几个月以前 提交他历经两年调查 针对通俄门所做的结论 民主党内对于 是不是该弹劾川普意见分裂 有80多个民主党众议员 赞成启动弹劾程序 不过议长裴洛西跟纳德勒 都认为不应该造进 据报道 私底下纳德勒也在力劝 裴洛西遵从党内多数意见 传唤穆勒公开作证 或许有助于凝聚党内共识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 媳妇说 通俄门调查报告 提出了许多关键证据 可是绝大多数美国民众都没有看 既然如此 不如请穆勒现身说法 让大家直接听听他 到底怎么说 穆勒五月间 在卸除特别检察官职务以前 很罕见的发表公开谈话 声明他并没有帮川普 撇清妨碍司法的嫌疑 只是碍于法律限制 他没有办法起诉川普 他还说 如果他有十足把握 确定川普没有犯法 他就会明讲 我记得 当时调查完了以后 他说我没有说 川普没罪 只是不够有罪 不够有罪 起诉他 你要起诉 一定要罪 罪要确凿 不过这讲话 当然有点怪了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你做个检察官 证据足够就起诉他 证据不够就不起诉他 法律不就是这样子吗 那你怎么可以说 我证据是不够的 可是 我虽然不能起诉他 你们看着办好了 有点这样味道 好 那么这是川普 到底会不会被弹劾 不过现在因为已经快要总统大选 我一讲说 你这个弹劾 到底有多大的功能 好 那么 英国不是有一个邮轮被伊朗扣押吗 那他的首相梅伊要开紧急会议 英国首相梅伊的办公室今天表示呢 梅伊将于明天召开英国政府紧急委员会 讨论伊朗在波斯湾地区 扣押了悬挂英国国旗的斯丹纳帝国号邮轮 英国首相办公室指出 梅伊在4号辞去首相职务之前 我快迟了4号就要迟了 将主持英国紧急应变小组 紧急委员会的会议 一个发言人声明说 除了接收各部会首长跟官员的最新消息外 英国紧急应变会议会议会讨论 维护波斯湾航运安全的问题 伊朗在19号扣押了斯丹纳帝国号邮轮以后呢 这将是英国政府召开的第三次紧急委员会议 就已经开两次了 也是梅伊针对此事首度主持的紧急委员会议 之前开过不是梅伊主持的 当你有你自己国家邮轮被人家挟持 这很严重的事情 印尼羽球公开赛 周天成泪捧生涯最大赛的冠军 台湾羽球一哥 周天成在总奖金125万美金的印尼公开赛的决赛呢 克服体能跟裁判误判的生理跟心理双重挑战 从领先被追平又拿下决胜局 苦战91分钟后呢 周天成以2比1击败丹麦的安东森获得生涯第一个 1000等级的赛事冠军 以及12500分的安运资格赛的积分 安东森面对从来没有赢过的周天成 开赛略显紧张 扣杀机会出现时也过于犹豫 陷入1比6的落后 第10分安东森两次扣杀都被救起来 反而被周天成反扣 达到11比3 换边后才稳定下来 因为前半段落后太多 结果是18比21输掉 那周天成本周这亚加达连续四场 打满三局 总比赛时间进入6小时 对宇囚宣说来讲这是不可思议的体能负担 不过呢反正这个 他跟那个安东森最后打完都倒在地上 累了大概累了 他这次拿到8万7500美元的奖金 然后呢这个要到日本 继续日本的公开赛 那另外呢林君如打败樊振东 马来西亚钻石赛分王 这不错 17岁台湾卓球小将 林君如在国际卓球总会马来西亚 举行的钻石冠军赛呢 连续击败日本跟中国大陆名将 最后4比1打下樊振东 拿下冠军 他真的是小将 17岁表现真的不错 好我们休息 我是赵绍康 回到赵绍康时间的现场 台北股市呢现在上涨47点 今天核爆就做个专题 谈的是台铁的准点不准点 说这个普雅马事件以后呢 台铁的这些驾驶员 他认为安全可能比准时更重要 所以呢台铁的准点率呢 创十年新低 那讲的也没错 什么东西最重要 万事莫如安全级 安全当然最重要 可是呢 对一个大众运输工具来讲 准点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准点大家就搞不清楚 怎么回事嘛 那他的调查 联合报这边调查 我觉得讲的还不错 他说现在一天 他怎么算呢 他是说换算去年台铁 每天平均雾点的时间 还有多少列车 在乘上的每个列车 平均搭乘的人数 就全台湾一天 现在呢 每天有656万人 要用公共运输 其中有差不多十分之一呢 63万人是搭台铁 用短程的 他不需要高铁嘛 所以呢 他把这些都乘完以后呢 所以一天所有火车通行组 累积的雾点 总时数高达一百万分钟 一百万分钟是多好呢 就是700天 就是一天 所有的台铁旅客 被偷的时间 加起来就是两年 知道这意思吗 就是说 你一个人也许只有几分钟嘛 但是因为你人很多嘛 你加起来 你那个时间就很多嘛 这叫社会成本啦 我们通常的不看这个社会成本 其实就像我 以前跟各位讲过 比如说我们现在 家家户户公寓上面 都有那个水箱 大楼也有水箱 有没有 理论上不需要有水箱的 你到国外开有这东西吗 自来水厂打出来就到你家去啊 你住在四楼五楼 八楼十楼 自来水厂的水压都应该够 那他现在为什么打不上去呢 因为他水管破了 压力一大水管就漏水 那没办法 所以他压力只好小一点 那小一点压力就不够 就打不到你家的楼上去 只好打到你家地下室的水箱里 水箱再用你自己装马达 把水从地下室打到楼上的水箱 那这个就多麻烦了 第一个你要装马达 第二你楼上跟楼下都要装水箱 现在寸土寸金了 我告诉你这个花多少钱 我本来楼上可不可以做个屋顶花园 你给我搞什么大水箱 搞那上面 楼下地下室本来搞不好 可以好好运用 你给我搞个大水箱那个地方 我要马达 糊隆糊隆糊隆 还很吵 半夜吵死人了 然后马达可能还会坏 几年就要修保养 换新 然后水箱会很脏 对不对 然后还清个水箱 有的时候里面还搞死人 不是还有那个 我看到社会案件 死人把它丢到那个水箱里面 那当然少数的 那基本上你也得清 你这个一段时间 就得清那个水箱 这些本来都不需要花的成本 但是因为我们的管线老旧 所以就你要自己花成本 就是社会成本 本来是该政府要出的钱 他现在不出 他不去整修水管 就你出 你这些加起来 比他真的好好把水管整修 钱可能要多很多 但是因为那不变他的预算 所以他不在乎 政府不在乎 议员不在乎 大家都不在乎 小老百姓习惯了也不在乎了 都是这样子 而且你花的钱不多 你反正做个水箱 都摊在你的公共设置里面 然后这公共电费 对不对 大家一起去付清洗水箱的钱 也不会太多 他也没有那么在乎 就像那个旅客 台铁的旅客 一天可能少过几分钟 五分钟十分钟 五分钟十分钟 没什么了不起 他就忘了把它加在一起 到底多少钱 你去算算 加在一起水箱 马达 电费等等 保养折旧清洗要多少钱 全台湾 你看到多少钱 只是政府不care 这就是社会成本 就是社会成本 同样的一样 空气污染水污染 突然污染 很多外部 外部的这些成本 大家就视而不见 忽略掉了 所以联邦报是用这样算 就是加起来就很多 加起来很多 那当然谈到台铁 一定会想到的组织文化了 就很难了 那他们去南韩 所以南韩呢 也是原来 原来 你要知道这个铁路 在任何国家 一定是一个很老的单位 对不对 瓦特发明蒸机机 以后呢 蒸机用在工厂 用在火车上面 那是很早就有的 所以这个组织一定很老的 对不对 我记得中国之下 詹天佑是 是不是高火车 什么的 铁道什么 反正就是很老的 所以呢 这么老的这个机构 一定很老大嘛 你自己想想看 当时如果不是 自己搞一个高铁 当然大家会骂高铁 很多问题的 这六大股东啊 当时有没有怎样啊 有没有自肥的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但是高铁因为它新 而且开始就是民营 所以它当然就完全不同 如果开始不是因为民营 不是新 有一套不同的组织文化 高铁不会变成今天的高铁 只是现在大家想把它拉回去 然后就怪他们待遇太高了 等等扯来扯去 我现在发觉高铁 其实服务啊 各方面都没有以前好 你再搞搞搞搞 就变成台铁就完蛋了 真的是这样 那所以台铁怎么办 到底为什么会造成这样 要改容不容易 当然不容易 容易早就改了 我们休息一下 我是赵少康 为你来到赵少康 现在现场台北股市 现在上涨49点 你能帮我做台铁的专辑 我觉得做得不错 肯定鼓励他们一下 我们花不少时间 找出一些原因 因为一个是安全 一个是准时 那日本人就很重视这个准时 就奇怪 你不懂 台湾和日本这么近 台湾还做过日本的殖民地 人家好处也没学到 就日本那个精准 那是吓死人的精准 他真的是很精准 那台湾人呢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华人文化 但是华人文化 香港新加坡也很精准 新加坡精不精准 为什么到我们这边 就变这样了 就是所谓的差不多文化 马马虎虎就好了 我也一直不解 为什么会这样 就说你照理讲 做一件事情 要把它做到非常精确 没有那个差不多了 就是精确是非常重要 但大部分人都是 很不精确的 也不懂为什么 马马虎虎虎便便 可以就好了 这就是这样 那么挑剔干什么 可以就好了 你如果要求多 就是你太要求太多了 你要这么多干嘛 都可以就好了吗 这是害死人 尤其对这种需要安全 需要准时的这些 产业 你这个态度就麻烦了 另外就是他们讲说 奇怪的这么复杂 结果都是用人脑 不是用电脑来排 因为台铁的车型 超过30种 每种车子的性能速度都不一样 它的铁路网又分成电气化网 跟非电气化网 有地方是单轨 有的是双轨 然后呢 有的是客车 有的是货车 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排很困难 但奇怪呢 其实所有的 当然有些国家不一定这样 有些国家有机种 没有那么复杂了 但是单轨双轨 客车 货车 这个我觉得很普通 你看印度火车 不复杂 对不对 所以你总是要有电脑化 这什么时代了 所以基本上呢 还经常用人去排 然后呢 它那个ATP 常常故障 不知道干嘛 像是普悠玛 就是东西 常常故障 那你说 你不能彻底解决呢 说他们的物点 第一个是硬体故障 占18.1% 第二个是耗质故障 占17.9% 废话不是一样吗 耗质加车辆就三分之一了 然后天然灾变14.5% 出轨12.5% 台铁内部自己消遣自己 说新车坏了 是因为不熟悉性能 旧车坏了 是因为零件呢 本来就会坏 这什么个讲法呢 新的也坏 旧的也坏 那他们从高铁 找了一个处长去吧 说高铁呢 他们那个 一个叫主风棒 打风的pump了 拆解三次 普悠玛一次都没拆解 那高铁拆解的时候呢 大概两年大保养一次 在工作台上 把那个主风棒的零件 拆得干干净净 然后一个一个洗 一个个检查 用内视镜检查 有没有义务阻塞 台铁呢 就靠肉眼 或经验 主风棒呢 六年都没拆 拆解里面呢 都是羽毛啦 污垢啦 等等等等 你说这 我看了以后 都有点不太敢去打台铁了 蛮可怕的 但怎么回事 也没有一个保养的SOP 等等等等 就是这样的公司 而且呢 他工会还很强 还不准你做这个 不准你做那个 我认为工会真的应该合作了 好好的把台铁 整个的彻底给他翻新 否则这样搞下去 真的不是办法 只是一再重复嘛 一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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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这样子 那政府也没破例 主管也没破例 因为他牵涉到 太多人的交通 对不对 你又怕 反正这样 拖拖拖拖死狗 在我认为不要出大事就好 万一你去改他 改了以后 他给你反对 内部抵抗 搞得问题更大 怎么办呢 就算了 算了 就像殷勋 一直碰到哪一天 一个倒霉的 碰到了 碰到大事件 那就下台 我看到这个 投审会不是 驳回双子心案吗 说是因为 跟国安问题有关 他们先登了个广告 我觉得广告写得不错 通常有很多广告 不知道谁写的 写很烂 他有些个人 先登个广告 花不少钱 然后有些不知道 他讲些什么 讲一大篇 但这个广告 我觉得做得不错 那他 他整个讲的 都还蛮有道理的 他就说 他不是 他一说 他不是中国公司 但是呢 的确 他的注射地 是板木达 他大部分的业务在大陆 员工大多是大陆籍 没错 但这又怎样 他说你们台湾 市值前30大的 上市公司 不是也是这样吗 那这些都是要入资吗 都受中国影响 都不行吗 他第一个是这样讲 那另外呢 他认为说 他不是因为有中国两个字 他叫做中国数码 是他的控股公司 那你说中刚 中国信托 那我这想说 我们中国广播也是 有个中国就一定是中国吗 他的意思是这样 另外呢 当时不给他是说 他的股票很多都押给银行借钱 那他的意思说 那押给银行借钱 那只是抵押给他 所有权还是我的 就像你买房子 去跟银行借钱 那是怎样 房子还是你的 你只是跟银行抵押而已 他的意思是这样 他说他是依法通过的 当时台北市政府 有一个投标资格审核 他的资格标 规格标 价格标 而且回亏台北市政府百亿 他说是 都是经过审查的 的确 当时台北市政府 是有审查他 另外来说经济部 也曾经认为 他是港资 不是陆资 那怎么现在就变成陆资了呢 他说你的这个 投省会的 禁止外资投资的 负面表列 没有一样他复合 那怎么不给他呢 而且他说 以后呢 这个工地的地主是台铁 台北市政府 会分回超过六成的产权 就是因为他没有土地嘛 他盖完以后呢 政府会分回超过六成 所以呢 超过六成 当然就有控制权嘛 那怎么会 说将来会有国安问题呢 那当时想说不得了 这个双子星道路 靠近火车站 然后呢 又靠近陶 陶渊机场捷运 将来万一发生事情很惨 会发生什么事呢 谢谢 我是赵少康 欢迎回到赵少康 现在上涨52点 好 那么 日本 日本现在正在选举 出口民调 说安倍一定会过半 可是呢 能不能跨过三分之二 可能是有问题的 差一点吧 差一点 因为他要修宪 安倍现在想修宪 修宪就要三分之二 因为日本党很多 甚至共产党的日本 也是合法的政党 它可以组成 在这一党很多 而且一直改名字 在这一党 可能发觉 这次选举不好了 就改个名 改个名 改个名 所以安倍还笑他们 说 我都记不清楚 会讲错你们名字了 这次在一党有整合 有完成整合 32个选区只选出一个人 共同提名 这不容易啊 政党 其实你在一党之间 意见一大堆啊 你不相信台湾 有200个政党 你叫那个 那几个政党要整合 你看怎么整 那他们共同 在32个 只选出一个人的选区 共同提名 跟自民党追对施杀 因为提名多人一定输嘛 所以他们是要共同提名 只提一个 就算这样 还是拿不到过半 过不了半 所以自民党还是蛮厉害的 国民党一定很羡慕自民党 自民党 中间有当然丢吃过政权过 但是呢 基本上还算稳固 不像国民党 丢了政权 现在看起来是不稳固 那说这次投票率很低 有可能跌破五成 不到一半的投票率 就表示日本选民 也没那么关心 在一党 这次主要抓的是民生议题 批判安倍 因为安倍当时不是有三支剑吗 他们因为最近日本金融厅 有一份报告 说如果退休人生有30年 叫你60岁退休 你活到90岁 有30年 你要多少钱呢 自备起码要2000万日币 才能养得了老 2000万日币多少钱呢 30年 一年20万 也不多 一年20万 而且还通货膨胀 你现在2000万 到了10年20年30年以后 就不是2000万了 不过现在还好了 这几年通货膨胀率不是那么高 一个月20万在台湾养老都不容易 到日本 不过他们说 日本现在物价也不像以前那么高了 但是很多人没有2000万 都引起恐慌 这样的拿这个猛追猛打了 只要是这些 当然他们说也很奇怪 自民党选举人家都是要减税 他们居然要加税 加那个加值型营业税了 这个税那个税 居然这样他选举还能赢 所以他们说好像这个也很奇怪 这违反一般的常理 那几种可能吧 一种日本人实在太乖了 叫你乖乖缴税你就乖乖缴税 一种是在野党实在太烂了 在野党太弱了 所以执政党就算这样 就算讲说要加税 他还是赢 那你要怎样 好那么 印花税明年说最快 最快明年 最慢就快明年就不收了 印花税是地方税 你知道我们有些税是国税 有些是地方税 是地方税 所以地方会叫 所以一年台北市可以收到40亿 新北 桃园 台中 台南 高雄 五都各10亿 其他的县市大概1亿 40亿对台北市来讲很多 对其他县市来讲 意义也不少 只是很麻烦 很麻烦 我说看他们为了交印花税 还贴那个印花 一个收据上贴一堆的那个地方 这什么时代的 怎么用这种 而且他们是说 印花税跟营业税 可能有重复课税 有重复课税的问题 等等等等 所以呢 这样的话 地方政府会少120亿的税收 其实也不少 所以地方政府到底赞不赞成 但现在这个事情 他也不管地方政府了 有时候民进党政府 有他自己的考量 而且现在立法院他占多数 他要干嘛就干嘛 柯文哲说 他自己的缺点是太有理想 因为他自己说 只有草包跟菜包可以选 那他什么包呢 他开始是说他是公式包 后来又说自己叫做诚实的豆沙包 搞不好 豆沙包是怎样 豆沙包就比菜包好吗 不一定啊 所以他到底是什么 豆沙包是饭后甜点 很少人靠豆沙包吃饱的 所以他们是菜包 炒包 我是肉包 蟹粉小笼包 顶太风的蟹粉小笼包很好吃的 都比一般的小笼包还贵一点 因为他光要把那个蟹黄弄下来就蛮麻烦的 手工把蟹黄弄下来 蛮香的 他说自己的缺点是太有理想 很多人问 问就说 你去找工作人家会问你 你的欲点是什么 我的欲点是很积极 工作很认真 你的缺点呢 我的缺点也是很积极 那变缺点 他不会讲他的缺点嘛 我的缺点是懒惰 欺骗 他怎么拿讲这个 谁用你啊 我的缺点就是我的优点 只是他把它倒一个讲 你的缺点 我的缺点做事太急了 老板交给我工作 我赶快本来三天 我两天把它做好 老板一听 这是缺点吗 他说这是缺点 通常就是这样讲 所以柯文哲也是这样讲 你什么缺点 我的缺点是理想性太强了 我太爱我理想 所以常常是求权责备 要求太高了 所以我就骂他们 很会讲话 他越来越会讲话 你看他骂 他骂民进党 骂得很道地 最近很多人跟我讲 哎呀柯文哲骂民进党 骂太好了 国民党怎么都骂不了 都不会这样骂呢 柯文哲骂的 他绝对不笨 他一定是很聪明 他真的是很聪明 然后讲话是很精准的 然后在什么时候 该讲什么话 看起来他越来越老练 蔡英文喊话 说要团结台湾的台湾派 跟中华民国派 最近一直讲说 中华民国台湾 我们续续clean dose 昨天表示 他说要团结台湾派 跟中华民国派 当然每个人当总统 都希望团结 没有人不希望团结 但是这个团结 大家都团结在他之下 对他团结 他最近常常讲 叫做中华民国台湾 他自己创造这东西 以前李登辉的创造 叫做中华民国在台湾 就我们是中华民国 但是不在中国大陆 在台湾 中华民国在台湾 当然他描述的是一个事实 李登辉当时描述一个事实 但当时有很多人不满 什么中华民国在台湾 这讲些什么 但是基本上还是中华民国 只是把我们的管辖的范围 限定在台湾 按照我们的宪法 按照我们的宪法 大陆还是我们的国土 还是我们的固有疆域 只是那是主权 但是治权不及 你能管到大陆吗 你管不到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主权 我们的主权 是包括中国大陆 但是我们的治权 只有在台湾军 这是个政治现实 所以两个人民关系 淘汰把两边分成 所谓两区 大陆地区跟台湾地区 对我们来讲 都叫中华民国 只是那叫大陆地区 跟那个地方 我们现在管不到 当然也有人笑 说你这个不合时计 全世界没有人这样想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你自己 你自己要不要这样想 因为你如果不这样想 你就变成独立了 它跟你无关 那之所以你要独立 有很多问题出来 他可能不同意 美国可能也担心 等等 反正各种问题 政治有时候要讲究现实 那蔡英文现在搞个 叫做中华民国台湾 那是什么呢 他新创的 这跟李登辉的中华民国 在台湾又不一样 他这个新创 我们叫中华民国台湾吗 你是哪里的总统 我是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 那他是中华民国 还是台湾呢 是中华民国在台湾 还是中华民国就是等于台湾 还是中华民国呢 中华民国台湾变成一个名词 到底是怎样 当时我就想 他就想 民进党现在改口说 这叫做最大公约数 我那天在绍康站 我是突然想起 我是叫什么最大公约数 你们读过数学吧 初中 我不知道小学有没有了 初中有读过数学吧 数学的最大公约数 是几个数字里面的交集部分 叫最大公约数嘛 那你主张中华民国的 跟主张台湾的 他怎么有最大公约数呢 你这个叫最小公倍数才对 你怎么是最大公约数呢 你是一个连级 不是一个交集嘛 交集才有最大公约数嘛 你是连级啊 两个连在 把它 它不是一个最大公约数 乱扯一通 反正就乱讲了 就是说 他就想大小通吃了 蓝绿逢圆了 你主张我们是中华民国 我也讲了中华民国 你主张台湾 我也讲了我们台湾 都是我的 天下有这样的事情吗 你到底是什么 这个国家 那个国家 所以 这是不通的 我常常讲 台湾光位这个名称就吵死了 你是哪一国的总统 我们自己当然讲 我们是中华民国总统 你是哪国的国民 我们当然讲 我们是中华民国国民 你总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 你是中华民国国民 那你讲的中国是什么 我讲的中国就是中华民国 其实这没有那么复杂 这很简单 你从哪里来 我从台湾来 就是这样 你比如出国 人家问你从 Where do you come from 台湾 你那时候很难讲 我从中华民国来 就是台湾来 台湾是个地理名字 台湾不是个国民 逻辑并没有那么复杂 只是你加入意识形态等等 就变得很复杂 其实你问说你是哪里人 我是美国人 你从哪里来 我从纽约来 我从加州来 你跟老美讲话 大概就是这样子 其实就是这样子 那你台湾不能变成一个国民 那你这不是独立了吗 连民进党都没有这样讲 民进党说台湾早就一个 主权独立的国家 他的名字叫中华民国 他没有说台湾早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他名字叫台湾 他的名字叫台湾国 他名字叫台湾共和国 他从来没讲过这个 他都知道不能这样讲 那你现在蔡英文说 我现在就是中华民国台湾 这是最大公约数 我要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我要团结台湾派跟中华民国派 主张统的 主张独的 主张位置 通通要 通通是我的 就这个意思 这是通吗 我是觉得不太通 好吧 这个桃园机场 说那个山杭萨 说盖不下去了 说为什么 因为他们那个屋顶 说太漂亮 太难干 太难干 设计太复杂了 成本太高了 已经流标三次 以前台湾经常都是抢标 微标 最近常常流标 就是厂商觉得无力可图 我不要了 跟你流 那流标也可能一种是实在是无力可图 一种是我跟你流以后 你下次呢 是不是降低一下底价 或是提高一些预算 那再来 他们说之所以 因为这个山杭萨很重要 因为桃园机场已经不够用了 说是因为呢 它的这个云顶天花板 采用13万个流动造型的旅馆 像是繁复的花瓣 壮观美丽 降低噪音 因为它可以吸收噪音 减少噪明用电 它可以反射 但是要花17亿 而且后续的保养十分麻烦 保养可能要擦 要保持干净 你不干净有灰尘 你就很难反射那个光 就不美丽了 建筑师有的时候在设计的时候 他讲究的是完美 设计 他不会管你那个施工好不好 施工 以后保养好不好保养 有些会考虑 有些不会考虑 而且我又是这样绚丽 我容易得标嘛 我的特色是怎么不一样 我觉得很平时的设计 我怎么会得标呢 你找台湾设计师就设计就好了 干嘛找我呢 好像是英国设计师吧 好像是 所以呢 开始他们就说不行 叫他改 设计师不肯改 我就靠这个得标的 这是我的特色 你叫我改什么呢 等等 所以看起来要演 要演 这麻烦 警察 今天也在讨论警察 说警察训练不够 这个也怪 我今天看了一个图 我觉得很好笑 他们传过一个图 就是呢 天很热啦 冰在那个棚子下面 然后呢 班长和排长在棚子外面 晒太阳 怎么 指挥官在外面晒太阳了 那受训 受训的人在那个棚子里面遮太阳 为什么怕他们昏倒 昏倒指挥官 可能部队长会被处分 这警察现在也不受训 台北市有7,375个警察 今年上半年呢 他们有这个数科 就一般的训练 有1,637个人免训 甚至呢 最高的时候有个分局 有三分之一的警察不必训 那就是有病啊 高血压 糖尿病 气喘 心理不整 关节退化 韧带受损 反正各种原因 他不受训 那也可能找各种理由了 不受训 那你警察不受训 不跑步 到时候怎么抓坏蛋 怎么跟坏人这个搏击呢 这问题就很大了 好我们今天时间先到了 谢谢你的收听 再见 再见